小伙子 你身体不舒服吗 来我这里吧 大夫 我这两天感冒了 身体不舒服 你帮我看一下 把手伸出来 我给你把把脉 小伙子 你这就是普通感冒 我给你开五块钱的药 你回去以后要多喝水 好好休息 两天就好了 谢谢大夫 小伙子 你身体不舒服吗 来我给你看看 医生 我这两天感冒了 浑身没力气 感冒了 浑身没力气 你这情况很严重啊 你快跟我来 我给你做个全面检查 小伙子 我问你 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我就带了两千块钱 来来来 你先躺在机器上 我给你做个肺部检查 我就是感冒了 你给我检查肺部干什么 感冒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 我给你做个检查是对你负责任 好吧 做完肺部检查 一会再给你检查检查肾 我就是感冒了 你给我检查肾干什么 你说你感冒了 浑身没力气 我怀疑你是肾虚 给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够度了 你这个感冒很严重 需要住院一星期打掉屏 别忘了把住院费交一下 医生 我的感冒好了 我可以出院了吗 你可以出院了 我再给你开两个月的调理药 我感冒都好了 还吃什么药 还让我吃两个月 这些药是帮你调理恢复身体的 可以增强免疫力 以后就不会轻易感冒了 一共是多少钱 所有检查费和住院费 还有药费 一共是两千块钱 我去 这么狠啊 一个感冒就让我花了两千块 大夫 我吃了你的药 感冒两天就好了 你真是个神医啊 太谢谢你了 小伙子 别客气 这都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中医药房 行 我会多给你宣传宣传的 小伙子 你们怎么不来我这边看病呢 都知道你看病贵 还过度检查 乱手飞 十块钱能治好的病 你变着画样的让人家多花钱 谁还让你看 你的良心都黑了 就是 在中医这里治感冒 五块钱就能治好 去你那里让我花了两千多 真是太坑人了 我再也不来你这里看病了 嗯 领导 我建议打压中医 为什么要打压中医 中医看病太便宜 我们西医都赚不到钱了 只要你把中医打压下去 我只要给人看病就给你百分之二十的提成 行吗 行 我马上安排对中医进行打压 谁让你在这看病的 我们中医都传承几千年了 我在这里看病怎么了 你有行医资格吗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我们老中医看病救人都几千年了 不需要行医资格 没有行医资格 你就是非法行医 你以后不能再给人看病了 啊 怎么回事 这里看病的老中医怎么不见了 那个老中医非法行医 被带走了 以后都不能给人看病了 你们都来我这里吧 你看病太贵了 看个感冒现在要多少钱 看感冒 治好五千块 你也太黑了吧 人家老中医看感冒治好才五块钱 你现在要五千 前段时间不是要两千吗 怎么现在要五千了 那个老中医走了 现在只有我一个西医 你们还有的选择吗 爱看不看 不看就回家忍着吧